每一天古代原名叫做 买店梅田 以前是大阪七木之一 曾经埋葬不少人格和木杖品 恐怖 恐怖到几点哦 哦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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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狗狗不启搁鱼鱼哒 鱼鱼鱼鱼 鱼鱼鱼鱼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最想了解台湾的集囚好一 在下了解最近大家不能出国的心情 一定很苦梦吧 就像不能去台湾一样 我的心情到想不错 所以之前在集囚社长加朋友频道中 推出一系列的东京京都长级冷静市系列影片 带大家一边回顾这些景点 一边解解大家的相思基础 今天镜头转到光西 大家出国旅行 从选的大阪 欧萨加 也有很多 一干事不知道 知道后很不得了的人之士哦 是不是很好奇呢 卖丢吉 接着就是往下看就知道啦 在一干事经济的主题之前 你的指指 是我们进步的力量 有看到画面 有下角的红色按钮吗 拜托大家帮我按下去 把急着社长家朋友频道 订阅起来 就不会做过 每周六上边的 最新台日文化影片 请勿订一下 那开始吧 多数大阪旅游过的 大家都知道 大阪有两条三间街 非常有名 一条是在新大桥的 新塞巴西筋商店街 另外一条则是 离每一点很近的 天津巴西筋商店街 你知道吗 天津巴西筋商店街 真的是全日本 最长的三间街 从天津一丁梅 延伸到南丁梅 横广南丁梅 大阪町 天津巴西筋 六丁梅三个地铁站 全站大概有2.6公里 沿路不只有张鱼涛 大阪小店等等的 美味小吃丹 还有 蔬果店 电影院 雜货店 腰装店 书店 居酒屋 喜欢逛街购买的话 还有充满大阪风的特产品店 高底胡吃店 不管什么年龄 都很爱来逛 可以说是大阪的挖把的好处处 除此之外 附近还有重现1830年代大阪街道的大阪暮街道 还有每个考生最爱来参拝的大阪天盘工 光是来这边就可以耗上一整天 下次到大阪 记得一定要来大阪天津巴西斯基修店街 菜店咯 介绍完天津巴西斯基修店街 记得带大家到附近的重要景点 每一天换换吧 每一天是大阪市的商业重镇 高楼大厦三藏林地 是主要的购物闹剧 因为位在大阪市的北区 所以在大阪常听到 南有南波 北有梅田 但是你知道吗 每一天地名的由来 说出来可能会让你不寒而栗哦 每一天地名的由来 其实动说风云 其中一个精神的传说是 每一天古代原名叫做 麦田梅田 一家是大阪七木之一 曾经埋葬不少人物和墨上品 从十几世纪到二十世纪间 都有下葬纪录 恐怖哦 恐怖到几点哦 另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 每一天旁边因为有游多嘎巴流过 从江湖时期就是低洼的草湿地带 天鹿寿室的创办人 从这以后回转的措施就在1958年当生 在东大阪市开了全世界第一家的 天鹿寿室 到新灾桥玩 怎么能不跟 Guriko跑跑人拍照呢 待会了 拍照之前先考考你 你知道现在的跑跑人 是历经好几十年的计划完成版吗 现在在新灾桥看到的 巨型Guriko跑跑人 已经是第六代了 第一代当生在1935年 看图片可以发现 和现在的跑跑人人心身材 长得完全不一样 脚本整体形状是长柱形 有33公尺这么高 因为惊人的高度 在当时一出现 就立刻成为大阪的著名景点 第二代者出现在1955年 二战之后 在霓虹灯塔厦奔跑的跑跑人 脚下出现三个舞台是最大的特征 在当时许多演奏会 漫党如雨后春春一般举行 跑跑人旁边也放上代表性的海报 重现当年MV18系的盛况 第三代跑跑人可是Guriko时尚最新潮的设计 仔细看照片会发现 1963年的跑跑人 已经和现在的样子非常接近 背后的霓虹灯里面更抓载了12吨的水 随时会喷出来 随在12色的霓虹灯照音之下 产生非常优美的彩虹剑橙色 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有创意的设计 就这样Guriko跑跑跑人历经了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到了1998年 跑跑跑人已经成为大阪的重要指标 所以第五代的跑跑人背景更具代表性 有大阪城 海油管 以及大阪巨大 通天阁等等的 大阪代表性建筑物 跑跑跑人造型者维持原状 象征跑在大阪街道上 欢迎着大家 2014年开始 第六代跑跑人更在进化 后面背景改张LED4 可以随着不同活动不同季节更换背景 让跑跑人更活泼更特别 下次来大阪玩 别忘了注意跑跑人的背景有没有不一样哦 最后一个小知识 不知道大家到Dottomboli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招牌总是特别大呢 不管是巨大螃蟹或是前一阵子刚测下的大河豚 都是现在这一代的招牌特色 说到这个原因 其实和Dottomboli发展的意识有关 Dottomboli族长可以追溯到1626年 但是很多族长草屋风风移到这一代 不管是歌舞剂 人间金流里等等日本的传统戏剧 都在这片上演非常热闹 所以这里又被称作 而族长带来人少 人少带来三鸡 所以附近的餐厅茶屋也纷纷开始营业 繁华街也逐渐进驻 历经长了400年的发展 Dottomboli道洞窟才会日本的第一娱乐大城 到了近代的大正昭和时期 又有漫展新喜剧之类的新型代表演 道洞窟Dottomboli又吸引更多年轻人聚集 在这种方形速度快高流行高娱乐的地方 只有巨大的招牌才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渐渐的巨大招牌文化才开始兴起 招和时期引进更新技术 招牌不止大更要高哦 前面介绍的Guriko宝宝人 就是这个时期的厂屋 所以可以说Dottomboli 长达400年的娱乐发展历史 每家人都希望抢占杀费在目光的情况下 还会发展出独特的巨大招牌文化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5个新奇的大帮人知识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 如果还想知道更多日本其他地方的小知识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另外我们也在联署整理了 自己的日本选户设斗罗 人学来自日本各地的特色商品 直送台湾 欢迎喜欢日本小物 日本商品的大家在FB 收集密集收部联署赛团 竟然乖乖喽 喜欢这样子影片的话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小铃铛